这个男人色迷迷地盯着喝的烂醉的女人 她找准事机上前搭讪 假意送女孩回家 实则拐去酒店动手动脚 见女人没反抗更加大胆 直接把她扔到床上上下骑水 男人正沉浸其中 男人惊恶又尴尬 愣在原地半天站不起来 这样的戏码每周都会上演 女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教训这些趁女孩喝醉欺负他们的人渣 女人热衷于这样的报复活动 她还把每一次的钓鱼经历都记在本子上 白天 她是咖啡店的单纯小妹 到了夜晚 她就化身神秘撩人的夜店女孩 制服丽媛 美艳玉姐 朋克小妹 各种风格应有敬影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七年前上大学时 最好的闺蜜醉酒后被笑把当众侵犯 那个禽兽仗着家里的权势逃脱了醉负 而闺蜜被恶毒的流言逼到退学 患疫疫症 最后绝望自杀 闺蜜的死让女孩一蹶不振 她退了学 找了一份咖啡店的工作 中日酗酒 浑浑热热度日 夜店的狩猎行动 更像女人的一种泄愤和复仇 为了死去的闺蜜 也为了那些可能成为闺蜜的女孩 直到一个追求者的到来 打破了这种状态 她是女人的大学同学 在一次约会中 她顺嘴提起大学时的救世 还有笑爸的名字 她说那人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正准备和一个漂亮的模特结婚 这消息刺激到了女 闺蜜惨死 而害死她的人却活得那么自日 她凡然醒悟 所以应该报复她 不是那些不相干的渣男 而是真正害死闺蜜的最贵过程 经过检索和搜查 女人列了一个名单 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第一个复仇的对象 是在闺蜜出事后 不仅无视她的求助和倾诉 还带头给她泼脏水的女同学 女人浓妆艳莽 身着紧身包囤裙 一双修长眉腿一举玉拳 这样的性感流露 让对面的几个男人看直了眼 看女人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男人便带她回家想占便宜 殊不知女人其实在装罪 就是为了趁男人意乱情迷时 抓她现行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七年前最好的闺蜜 醉酒以后被笑霸侵犯致死 女人决心复仇 第一个目标 就是当时身在现场 却袖手旁观的女同学 当年闺蜜遭受侵犯后找她求救 没想到作为好朋友的 她不但说风凉话 还大肆宣扬这件事 直到现在她依然理智气壮 可如果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时 她还会这么一整言辞吗 于是女人趁同学不在 将自己的酒犯成了饮料 不停地灌她酒 看人已经醉得神志不清 女人转身走到前台 将一串钥匙和房卡 交给陌生男人 让她带走同学 做什么都可以 第二天 同学果然打来电话 话语里满吃惊恐 而女人只是敷衍地盖上了手机 化掉了她的名字 接着是第二个复仇目标 当年的大学校长 当初闺蜜遭受侵犯后 找到她指控了性侵犯 可她却以闺蜜撒罪证据不足 为由包庇了笑话 现在七年过去了 她甚至都忘记了闺蜜的名字 听到女人提起 她还在轻聊旦夕 女人再也忍不下去 她告诉校长 三个小时前 她把校长问你 诱骗到了闺蜜当初被侵犯的房间 而那里还有几个男孩和服务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言而语 校长不敢响起 给女儿打电话 手机铃声却在女人包里响起 棍棒打到了自己身上 她终于知道痛 败下阵来 女人听到了自己想要的道歉 可闺蜜的生命却再也无法往后 这于是无补 但女人终究是善良的 她怎么会让另一个女孩重蹈闺蜜 她告诉校长 她的女儿并不在门楼里 而是好端端地在餐厅 那个女同学也并没有被陌生男人飞里 女人只是吓唬她 让她们对受害者感同身受 并为此忏忽 这就是女人的复仇 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是校霸的律师 就是她当初威胁闺蜜放弃起诉 才导致了她的自杀 女人为报复她还不拥了一个把手 但当女人上门说明来一事 律师却突然跪在她面前表达了深深的忏忽 因为闺蜜的死 这些年来她一直活在自责和火恨当中 虽然她不是罪魄过手 却是这些人唯一道歉认错的 听着律师的唱呼 女人落下泪来 她选择原谅了她 说到底 女人最责怪的是自己 当年闺蜜被伤害时 自己没能陪在身边保护成了她最深的痛 这也是她这么多年走不出来的原因 闺蜜的母亲劝她放松 适者已已 活着的人还要振作起来 女人看着校霸社交主页上单身派对的消息 这样的报复行为 何尝不是在折磨自己 长期活在愧疚和仇奋症 已经让她精疲力竭 她想 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切了 于是她接受了男同学的追求 谈起了恋爱 生活也慢慢不如正义 然而这瓶镜很快被女同学的盗来打 她带来了一部手机 里面是醉酒的闺蜜被三个人侵犯的视频 原来一直都有证据 但是这群旁观者只是私下传约当笑话她 更让女人无法接受的事 视频里还有男友 她甚至手持相机记录了这场恶情 这又一次点燃了女人复仇的怒气 她找到男友 用视频威胁她 让她说出了校霸单身派对的地址 罪魁破手必须受到惩罚 女人涂上口红 穿上性感制服 脚灯红色高跟鞋 走进了男人堆里 准备和他们玩场刺激的游戏 只见她让男人们排排跪好 依次给他们灌酒 所有人一脸享受 最后女人坐上校霸的腿又红 随后领着她上楼 还用手铐将她靠在床栏上 校霸装出一副证人君子的样子 问女人叫什么名字 当女人说出闺蜜的名字 她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她还记得那个被她害死的女孩 她激动起来 拼命为自己开脱 说她那时只是个孩子不懂事 对于闺蜜的死 她不仅不内疚 还一个竟强调喝醉的闺蜜是自怨的 说自己因为性侵指控也受到了影响 品学兼优 拥有四锦虔诚的闺蜜 断送了自己的生意 而这个功成名就的始作俑者还在吻屈 女人再也听不下她的狡言 她拿出手术刀 要把闺蜜的名字刻在她身上 给这个不知悔改的禽兽一点教训 却不料剧烈挣扎的男人挣脱了手铐 她掀翻女人 抄起边上的枕头 死死压住她的口蜜 直到确认女人咽了气 她才松开手 女人想惩罚她 但却没想到校爸想要 是她的命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上 楼下醒过来的朋友打开门 发现了惊魂未定的校爸和女人的尸体 连忙问怎么回事 校爸迅速变脸表示自己不知情 还哭着向她求助 朋友安慰她 这不是她的错 并且大家会同一口径 说女人昨天早就错了 正如多年前一样 他们一起毁尸灭迹 将女人的尸体烧成了灰 校爸甚至如期举行了婚礼 面对警察再次做了伪证的男友 还西装革履地出席了婚礼 在宴会上和朋友讨论半年的身材 他们本以为万事大吉 突然 男友的手机收到了一条定时发送的消息 上面写着 你不会以为这就是结局吧 是的 女人的复仇还没有结束 原来女人在去单身派对之前 已经提前写信给律师 告知了她所有情况 还附带了那个手机视频 并嘱咐她 如果她失踪了 就立马报警 警笛声在婚礼乐曲中突兀响起 校爸在自己最风光的时刻 当着所有亲友的面 被警察带死 这一次 等待她的 不再是无力的证词和有心的高柄 而是真实的第一 女人用自己的肉身做证据 以惨烈的代价完成了复仇的最后一刀 付出一切就是为了让罪人最有应用 结局没有大快人心 反而令人唏嘘 女人和她的闺蜜 两个原本虔诚似锦的女孩 因为一个男生的侵犯 和一群旁观者的不作物 因为校方和警方 以及整个社会的档次羞辱 一个年纪轻轻就自杀 一个三十多岁 用生命的代价送罪人进监 这场惨烈的复仇进化 不过是一出没有赢家的悲剧